持續帶您來關心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歐訪台 搭乘班機在晚間九點二十六分 已經落地抵達桃園機場 由外交部次長田中光前往街機 而因為蓬佩歐此行的重點都在南部 一行人剛下飛機就直奔車站 搭高鐵前往高雄 蓬佩歐一行人大約是在晚間十點左右 抵達桃園青浦高鐵站 現場警方戒備森嚴 在入口處等待 並且開啟閘門 將一行人直接的護送前往南下月臺 根據瞭解 訪團搭乘的是十點三十五分的班次 預計在午夜十二點之前 就會抵達高鐵坐營站 蓬佩歐預計在抵達高雄之後 會直接前往下他的萬豪酒店休息一個晚上 緊接著二十七號的重頭戲 就是要參與第一屆全球台商經貿論壇 並且發表專題演講 主題會聚焦在世界經貿的趨勢 看見台灣役後新商機 而這也是他今年第二度訪台展現支持的力道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 威風貝 有 minist你看到你 的主題會 就席 就是 小鈴鐺